今天我们有个挑战 我们要用35块钱的三脚架 来制作一个微电影 在我们这个时代 手机是越长越好 屏幕是越宽越好 4比3太普通 16比9不给力 那就给照片和视频加上黑边 做成电影画幅 彰显大天逼格 说实话这没有什么不妥 只不过给我的感觉 就像一台普通家用车 加个大尾翼 这跟原厂就自带尾翼的车 从外观和空气动力上 都是有差距的 所以要拍电影感 最好用电影头 一般来说电影头 都是咱们消费不起的 也举不起的 不过现在咱们有了一个 轻便廉价的选择 4ray 35mm f1.8 1.33倍 宽荧幕变形镜头 说实话我上一次买4ray的产品 还是六七年前的一个三脚架 三脚架丢给我 丢得真准 都是我没接住 很难想象一个脚架场 如今也能做镜头 不过这不算稀罕事 手机厂在造汽车 汽车厂把宇宙飞船送上太空 而NASA却研发了化妆品 神奇的世界 那么这个镜头到底怎么样呢 从外观上来看 高级很重 还送了两个运动手环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测评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一个镜头的外观有啥好说的 镜头不是装饰品 它还不说好东西的器材 都是垃圾 镜头不是装饰品 从拍摄的片段来看 斯瑞35毫米宽变镜头的分辨率 还是让人满意的 甚至有点意外之喜 主毛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最让人开心的 还是电影镜头带来的独特炫光 不仅能产生酷炫的 蓝色拉丝炫光效果 而且光源对角线的炫光 也非常漂亮 一个好的镜头不能只看分辨率 有的镜头分辨率爆表 但是颜色发干 胶外生硬 这个35毫米镜头 得益于10片光圈镜片 胶外的光斑很饱满 颜色还原也还不错 之前有测评说 这个镜头的颜色发黄 大实化 不过这个偏黄 完全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在有的场合下还挺好看的 唯一让我非常头疼的地方就是 最小对焦距离是0.85米 拍人像或者环境 其实影响都不大 但是在拍模型手办的时候 这个对焦距离就相当于 我拿尺子来演示一下 差不多就是这么长 Zenry此前出的50毫米 F1.8 1.33倍 快荧幕变形镜头 也是这样的对焦距离 不过可靠的素质 漂亮的做工 清明的价格 我觉得这个对焦距离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抱怨的 但是我不甘心 其实在焦段上面 我更喜欢50毫米镜头 带来的安静的感觉 此前我也用 Zenry50毫米镜头 拍摄了一个短片 其实算不上短片 我觉得最多只能算 是一个摄影的 小小的延伸 感谢观看 50和35一样都有着很理想的分辨率 可以展现足够强的质感和纹理 胶外光斑炫光也还不错 这两个胶段对于拍摄视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 35的视角更宽广 50的视角更安静 搭配使用可以给拍摄提供更灵活的选择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镜头 何况作为新产品 它还有着一些不足 一些遗憾 但是这两个产品的确给视频爱好者和小工作室 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 让不富裕却热爱着这一行业的我们 像电影效果又走进了一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3